所以雞培惠 你到底要不要跟人類共討 我跟你講 我想說 你爹來這邊 在那邊玩頭玩誰啊 他聽 你在家裡玩就好了啊 在觀察人類的 我跟你講 其實關於網路詐騙這件事情 雞培惠他就有 還有情感詐騙 我在等情感詐騙的附近 你講話 他會等啦 他很在乎我們節目的流程 畢竟他很看重 所以你只有一個故事 可以講是不是 兩個 網路詐騙 我有準備名字 所以拜託你等一下幫我呵斥他 好 好 我幫你 那我沒辦法先聽他的故事啦 網路詐騙啊 真的 好 網路詐騙 就是因為之前NFT就是很紅 然後我就很觀望很久 我就很想要買其他人的 對 然後我有傳那個照片 他真的超可愛的 有個外星人 Steve Aoki還有Snoop Dog 還幫他們唱主題曲 我就覺得天啊 這太可愛了 我一定要把它買下來 可是因為這種東西 一秒就會被搶光 對 然後我就上了一個叫做 Discord的社群 他就是讓各個頻道 他們可以有互相交流 因為他一定會辦活動啊 藝術展覽等等 所以我就去看看 公告有沒有消息 然後我就是少做一個步驟 因為大家都會跟新手說 你加入Discord之前 一定要關私訊 因為很多人他會假冒 他會很精心的設置他的帳 他會讓你以為他是官方 然後你點進去那個連結之後 他也會做一個非常精緻的網站 然後你就會花了以太幣 買一個不存在的NFT 然後又被騙了一點點一個 所以你以為你買了 結果根本就沒買到 而且我被騙了一次 我按下去發現我沒有得到東西 我再按下去 所以我雙倍被騙了 你被騙了兩次 同一幅畫嗎 什麼 同一幅畫 可是你第一次沒買到 你為什麼會想再按照 因為我就想說 他以為沒點到而已 對 你是不是沒點到啊 天啊 你怎麼演戲的啊 演員不是應該的腦筋 是要很清晰 很濃活 可是3C這種東西 我每次都很常 因為它故障或當機 所以我都覺得是我沒有做好 不是他要來這樣 可是以太幣是 譬如說你點了他 會在你的帳戶 扣掉那個款項嗎 是這樣 那你應該先去看 你的帳戶有沒有被扣啊 有 被扣 我就想說 被扣有代價台幣多少 對 這樣總共是兩萬塊的 按一次兩萬塊 按一次 按兩次 一次一萬 那還算是 還好啦 他這個還算是安全 因為我有朋友他是 登錄了一個獎金 你怎麼先不要吵一吵 再跟他聊一下 因為紀北會真的很難得 上節目 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 平常如果你在拍戲的話 你喜歡做什麼事情 因為感覺 你就是那種超文青的女生啊 我都喜歡做一些玻璃啊 然後畫畫跟捏這玻璃 做玻璃是那個 吹那個玻璃 對 你家有那個工具喔 其實就是啦 鬆煙就有可以吹玻璃的體驗 你真的很文青耶 那你會偶爾喝一點小酒嗎 會啊 我都很喜歡上網交網友 然後問他們要不要出來 我真的假的 平常你這樣 你這樣做什麼事情嗎 那也是大片集團吧 那你有 沒有 等一下 你有真的 約成網友嗎 有啊 大概三四次 結果我就會說 我好喜歡你的創作 然後我不是騙人的 我只想要跟妳說 我很喜歡妳做的玻璃 或是妳畫的畫 然後如果妳願意的話 我們可以出來喝咖啡嗎 天啊 然後就是陌生人耶 陌生人 然後一開始有非常尷尬吧 我不覺得尷尬 但他們可能覺得 稍微會見 會啊 妳有跟他們講說 妳是誰誰誰嗎 因為社交網友都有認證 所以可能 我也沒有跟他要錢 我也沒有跟他說 這有一批很好的牛肉 妳要不要買 也沒有 所以就單純跟他講 所以那三四就是還不錯 跟人類的交流 有 而且後來也真的有合作 因為他們就是畫動畫的 然後我就說 我非常欣賞妳的動畫 然後我也想要做動畫 我們可以一起合作嗎 現在是有辦展覽是不是 還是 之前有辦展覽 是什麼樣的展覽 之前是辦台美的電影影展 就是台灣的作品 然後跟美國的作品 然後大家一起聯合放映這樣子 我們節目是不是又更有深度了 對啊 還好我們不是真的繼續 我們去什麼聊什麼高中同學的步驟 我們在聊一些吹玻璃啊 認識網絡 還好我打斷了黃豪平 不是就很... 很慶幸我可以打斷很容易 吹黃豪平 你看你也是一個 在戲劇界的生存的人 你為什麼不吹... 不吹吹玻璃啊 硬聊 硬要接過去 就要是戲劇界 你為什麼不吹玻璃 或者繼續做陶土啊 有啊 上次我約了 開催客 我們要一起捏那個 你認識他喔 我認識他啊 你怎麼... 你人脈怎麼那麼廣 所以OK呢 因為原本變形金剛也是有 你可以想到世界想到那個 不用演啦 不要... 他其實人很好耶 我們聊很deep的事情 不deep 我們在聊一些就是 人生的道理 對 真的 而且我們可以聊好幾個小時 然後都是很震驚 而且我們說是要這樣 聊四個小時吧 哇 這樣很deep的 太騙了吧 很deep的 我們在聊 可能這一生可能 詐騙器官 不能聊什麼 不是 那很deep耶 很有智慧耶 所以客你在追... 你在追尋什麼 沒有 我就說 你可以擁有很多東西 可是如果你當你擁有 但是如果你並不開心的話 那些都不是好的東西 所以我們想要讓自己 是不是廢話的啊 你等到四個小時 跟我講一個純吃茶 馬上就會硬得對 不是 我是把四小時濃縮成 你們可以親得懂 所以雞肥味這個不是廢話 你聽起來還很有感觸喔 不是 那個... 怎麼... 好快 給你... 因為就是我有一些煩惱 然後我就跟他們聊天 然後我就覺得 所以他是你的心靈導師 他們其實提供了一個 我沒想過的觀點 好 你當時的煩惱是什麼 因為我就是因為一些 過去的創傷 然後我一直走不出來 你根本就跟人類交流得很好啊 可是我講話不好笑 我很羨慕講話好笑的人啊 所以我要來觀察大家 你看到我們這樣子 你有羨慕我們的狀態嗎 大家都很羨慕 千萬不要有這個想法 你們有想到弄影展啊 千萬不要有這個想法 我跟你講 人真的不用好笑 因為如果譬如說大家都覺得 我是血腥 我講出什麼寫劇本啊 他們就會說屁咧 你的劇本你是什麼 很無聊的啊 很膚淺的啊 所以你就做你自己就好 好 我這班話有沒有讓你有一些領悟 就是他就覺得不需要追 什麼都要 對 幹嘛 你也想到他心裡再有一席之地啊 對 我不開心 平常一定是心裡老吃的啊 好 然後佩恩 我知道你被騙過很多次 但我今天講的這個 我覺得更慘是 我完全不知道我被騙 我被騙了 然後我還以為是我自己的問題 然後我還想說 我是太老了 記憶力不好 老花眼 然後才會買了一件就是 我可以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帶到現場 帶到現場 對 你們評評理 我... 但我打扮 拍包裹的時候 我收到了這一件 那是什麼 這麻將不是 這它是L size 然後又是這種肉 就是肉色的 那哪一件 重點是因為我就是半夜的時候 因為我去年我去拍戲 然後會冷 所以呢我就在網路上 我真的有找就是那種 然後保暖的衣服 然後我就找完之後 我就反正過兩天 我也沒有什麼印象 對 那我就收到一個簡訊 他就說你的包裹 已抵達什麼什麼 Seven的哪個門市 對 然後因為那個門市 離我家有點遠 我想說 我怎麼會勾到那個門市去 我怎麼了 然後我就過去拿 然後 他就寫說 我就說是什麼 他就說是內衣 那我想說內衣呢 我真的有找 所以我就把它打開 結果打開就想 哇塞 我怎麼會買一件 這個完全不像 我平常會買 而且它是L size 很大姐 你應該是S size吧 或是S或是XS 然後我想說 哇我整個老花眼太嚴重了 我就是沒有勾好 然後我就打電話回去 我想要退貨 然後電話 他說一直會跟我聯繫 就完全就都沒有 音訊權 然後我就一直在跟朋友講說 我年紀真的大了 就是我老花眼好嚴重 我居然買了一件 就是不是我的尺寸 然後而且還這麼貴 門市有勾破 對 然後我想說天啊 我怎麼會這麼糊塗 直到有一天我跟 我一個朋友在喝咖啡的時候 我又在跟他講說 我們年紀真的大 他說 包裹詐騙 包裹詐騙是什麼鬼東西 他就說包裹詐騙 就是說 他說因為我的個子應該被盜 所以我上網 Google搜尋的東西 是會被記錄的 過沒多久呢 我又收到一通訊息 因為我前一陣子買了 找瑜伽褲 我也沒有買 但他就傳這個給我 我找瑜伽褲 他就傳這個給我 我就還Google找了瑜伽褲 對 他就傳這個給我 然後我就沒去拿 沒去拿之後他還催我 對 這律師是怎麼回事 包裹詐 他其實現在就是 運用那種快取的技術 就像是 應該有過這種經驗 就是 你在網拍的時候 搜尋一項商品 對 結果你回到你的臉書發現 突然跳出這個商品 全部都是廣告 他是結合這個技術 手機會偷聽是不是真的 我也覺得 對 是不是 其實那一些統一的條款 都在你的立志更新的時候 你都自己都已經打勾了 所以我們認同他 偷聽我們講話 就是他這個方式 我自己也有經驗 就我記得我有一次是 我就會講說 我的好像棉被 我想要換的 就是跟我的家人在聊天 聊到這件事情 就我真的當天 我就打開我的那個 FB就跳出同樣的廣告 一模一樣的 他真的會偷聽耶 就當然我們沒有辦法直接講到說 就是說這個就是偷聽 因為這個可能 Apple公司可能等一下就來告 但是就我自己生活 今天跟身邊人的經驗 我們認為這個其實是 很有可能的 對啊 因為我們每日只要聊說 好想減肥啊 好想什麼臉爛掉什麼什麼 就會開始出現這一系列的產品 尤其是 它這個技術 其實想想並不困難 因為你想看 如果你對著你的手機講 Hey Siri 它是隨時保持 會被喚醒的狀態 也就是說其實你的手機 現在的技術是等於 隨時在聽你講話 你講到關鍵字 它自動會被喚醒嘛 所以同樣的道理 基本上你講過什麼 它要記錄下來 或是用其他的方式 轉換出去 這都是合理 其實真的要解決這個問題 最好的方式就是你 反正之後都養成習慣 所有的消費都不要 選貨到付款 你就是現場把它刷掉 負出去 所以亦凡也是 亦凡也是被拿一種詐騙 我們要去美國 不是要那個 美國電子簽證 ESTA 然後我居然被騙兩次耶 這就可以存到這種地步 第一次上的時候 我就想說 大概就是Google ESTA 然後它就跳出來 然後前面三個 全部都是詐騙網站 然後我就點進去 它就真的有自由女生 還有國旗什麼的 然後我就一樣 就是填入資料什麼的 然後身分證ID 護照 然後就全部弄完 然後因為那一次 我是要五天就要出國 我就發現自己那個 ESTA過期 所以我就很緊張 然後我就趕快就是 信用卡偷出來 也是直接刷 然後第一次就被騙了 一百一十八塊美金 完蛋了 就原本的只要十四塊 然後我居然刷了一百一十八塊 然後我就再進去看 我說我客服 我就跟老公說 那我跟客服講 我要退廢好了 就真的有人在回答我 我就說 你現在有什麼問題嗎 我就說 請問你們是 就是美國官方政府的嗎 他就說 請問你有什麼問題嗎 然後我想說 請問你們是 美國官方政府網站嗎 然後他就跟我回答 想說 你剛好不正面回答的問題 我就說我要退廢 然後他就說 反正你就是 靜待加一 那個電子簽證時鐘 就是會發到你的信箱 然後我想說 可是我五天就要出國 你們要多久 他說至少兩個禮拜 我說 兩個禮拜我就來不及了 所以我就一百一十八 被刷了之後 我又再上網 又再去買了一個十四塊的 然後前天 我就因為 就是即將又想要 就是帶小孩出國 我就在前天 又被那網站騙了 就他在 同一個網站嗎 不是被騙過了嗎 不是 不是嗎 不是 覺得他會改 兩年之後 不是 兩年之後 我就想說 我已經忘記 淡忘這件事情了 然後我就在上網的時候 我又 他又前三名 而且新聞有報這件事情 對 好像有印象 對 然後我說 為什麼它還存在 因為我覺得新聞有出來 他們應該就會掃蕩 美國政府一定很重視 這件事情 就完全沒有 就前面那幾個還是假 所以我又 但是這一次 我又比較聰明 就是當卡要拿出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 一百一十八這個數字 然後那個警覺心就 有點敏感 對 就 然後我想說不對 然後我就 就是又默默地退出 然後就 就再去買正常 然後我說 為什麼會那麼蠢這樣 我現在每次要上網購物 或是要找東西 我都會一直看 而且我老公教我一個方法 我要教大家 什麼 因為他是做電腦的 然後他昨天才跟我講 因為我們在聊這個事情 我就說 寶貝到底要怎麼分辨 是假的網站 還是真的 他說你就看那個網址 HTTPS 它大部分都是真的 但HTTPS你就要小心 就是要再仔細看一下 小蕾S就有問題是不是 他說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很高的可能是真的 HTTPS這樣 然後因為我最近就是 花太多時間 因為又疫情嘛 然後小孩又網課 我們全家真的是 泡在網路的時間 真的太可怕了 然後有一次 我就錄完影回家 開車開一開 我就發現我眼底 一直出現閃光 然後我就想說 我是被拍照的超速 然後我就慢一點 然後又再閃光一次 然後我覺得大事不妙 我就看醫生 是閃電俠要來了嗎 對 而且還很俏皮的 經過兩次喔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慌 他說小姐 妳這個就是3C使用 重度患者對不對 我說對 然後他說 妳這個已經 那最後是會瞎掉嗎 對 會瞎掉 就是妳要動手術 不然就瞎掉這樣 然後我就太可怕了吧 我就覺得要好好重視 這個問題 然後前幾天我就在後台 然後我就是在滑手機 然後就越拿越遠 然後還皺眉頭這樣 然後那個中心靈 心靈姐 她就說妳怎麼看 這麼心情不好 這麼痛苦這樣 然後她就說 我覺得妳要 就是這個年紀 我覺得S姐 應該有這種感覺吧 就是我們要變焦的時候 就是看遠看鏡的時候 就會很麻煩 對 就會磨磨磨磨磨 因為妳帶了隱形 妳就是妳在看手機 就是會很難過 對 然後她對焦時間 就很長這樣 她說我覺得妳要好好留意 然後她就跟我分享一個 很好的葉黃素的這個產品這樣 然後她就推薦我喝這個 就是 超級薑果葉黃素 然後心靈姐就說 妳真的可以試試看 然後我就想說這什麼 她就說這很好喝 妳直接打開來喝喝看 我竟然有幫大家準備 我覺得妳們都是網路 超度使用患者 對 妳好花可以 我覺得這真的滿好喝的 然後心靈姐推薦我說 我都預計我大概在五年 就會嚇掉了 對 不要這樣說 妳再趕快喝起來 因為它是那種 急開急飲的液體液黃素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好像我們看那個韓劇 歐巴他們不都會 就是急開急飲的這種 我就覺得好 我試試看 結果我喝的時候 會覺得很好喝耶 真的滿好喝 對 我曾經一天 我看我的手機 我抖了一下 我居然看了 八到九個小時耶 有 你們有試試看 我大概七個小時 看IP也算嗎 看算啊 算了 而且那一陣子我就狂追劇 然後因為我寶貝就說 媽媽妳自己還不是在看 妳還限制我時間 對 我女兒是這樣講 對啊 然後我就說好 那我們就一起 把手機拿出來 我們一起限制 所以我就限制她九點之後 就是不能看的 這我覺得根本沒有用啊 因為我們晚上要網購 還要追劇 所以我等我女兒睡 我就把那個時間又打開了 就是直接取消又繼續看 然後我就覺得 對 又繼續網購 然後心靈姐就說 我覺得妳現在要開始重視這個問題 不然妳以後會後悔 因為葉黃素後來 我有上網去研究 它有分子化型跟游離型的 那它這個很特別 它是從這個 金獎花萃取出來的 游離型葉黃素 然後分子就比較小嘛 然後比較好吸收 而且它其實是 升級版了250%的葉黃素 然後還有153國的世界專利 然後它裡面其實有 非常厲害的 像是這個 智麗的酒果 那智麗酒果 它本來就有滿滿的花青素 所以可以保持我們的 精量有神 然後另外它還有這個 專利的這個枸杞 那枸杞大家都知道 是東方的紅寶石嗎 對 然後現在 小孩不都網客嗎 我覺得網客好可怕 因為它從早八點開始 就鎖定在電腦前面 對 可是我就是旁邊就擔心說 那這樣它怎麼辦 所以我就說 寶貝妳也要喝這個 然後我女兒也可以接受 那大家喝起來 那口感還可以嗎 好舒服 然後我女兒就說 媽媽好好喝 然後她也自己研發 她就早餐拿那個優酪乳 跟那個奶酪 然後就把它淋上去 就她很喜歡做烘焙 或是一些烘焙 然後她就說 媽媽這樣更好吃 所以現在不用我在那邊吹 就是我老公 我小孩 他們就會自己每天一包 所以我們現在全家都吃這個 然後我自己吃的感覺是 我現在老實講 我的使用的時間 並沒有比較少 還是一樣就是維持在 六七個小時這樣 但是我覺得就是有改變的是 它是長時間鎖定三星產品 你還是可以水水潤潤的 然後也不會 不會酸是不是 對 也不會酸 也不會霧霧的嗎 對 也不會乾 那主要它除了剛剛那些成分之外 它還有日本超高濃度的玻尿酸 然後那個玻尿酸 它可以吸收一千倍的水分 對 就是可以讓我們水水潤潤的 然後不會乾乾澀澀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 全家既然都要用到 我就是大批大批的吞起來 然後就是讓他們每天早上 自己去拿一包這樣 那我覺得它小小的 就是可以帶在包包也很方便 因為 對 所以妳有時候會忘記嘛 那妳就這樣隨身攜帶 然後我現在就是碰到姐妹 閨蜜 我會分給大家喝 因為真的還滿好喝的 然後我覺得大家如果需要 真的可以訂購起來 現在大家就是三星軌 一定要注意妳 一定要 對 因為好可怕喔 謝謝妳的推薦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